今天上午呢 这是副总统赖清德 就在府内接见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 而小美琴也现身陪同 热情握手表达欢迎 副总统赖清德在府内接见 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 准副总统萧美琴也与会 各位选择这个时机访台 也显示美国产业界 对台湾市场充满信心 是对我国最直接 及强而有力的支持 前美国国务次卿科拉克领军 率领29家企业来台交流 这也是他半年内 再度组团访问台湾 总统大选落幕后 不止美台商业协会来访 24号一早 美国众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 佛州共和党议员巴拉特抵达台北 隔天将拜会蔡总统跟赖清德 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深援对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 赖清德把握时间和国际友人互动 选战剪刀脚步也不停歇 前一天中午宴请2024立委落选者 用冷笑话炒热气氛 今天餐厅就是很多的这个海鲜 那那里有山有海 就虽然不是在北海道 就突然间神来一笔说 而且我们来这里还不需要顾行李 那就是很显然 就是对最近的这个气炸王逸川 李正浩去日本顾行李的事情 开了一个玩笑 对内提振党内士气 对外争取国际信赖 接棒带领台湾 赖清德做足万全准备 接着张佳玲立委转 欢迎新采访报道